第四百五十一集 韩丽一从门内上层那里回禀完毕,就马上返回了自己的洞府 到了之后,便立刻将那灵眼之树的灵根在离九区灵深不远的地方移植了下去 两者同样是天地零物,搁近一些,说不定还能有互相滋养的作用了 接下来的几天,韩丽稍应付过几波打听世间大会的同门后,便开始苦修起来 也不知是不是世间大会之行的影响,那原本大眼觉的瓶颈竟莫名之极地突破了 韩丽略意修炼后,便一日千里地精进了起来 韩丽心中不禁大喜,再次将大眼觉和清源剑绝一起并驾修炼了 大眼觉能修炼得如此顺利,恐怕有多半是因为我井上那船养魂珠子的功效 自从此处挂到了我的脖梗伤后,我的神石即使没有刻意加以锻炼 但也在潜移默化的不断强大中 这也导致了我如今修炼大眼觉速度飞快 且每当我修炼大眼觉时,从仰魂木珠子上就会有丝丝清凉之气输入原神中 让我修炼起来毫不费劲,大有事半功倍之效 在这期间,韩丽每隔几天就开始用绿叶催熟那灵眼之树的灵根 结果短短数月功夫,从灵根上就重新生出了一根灵眼之树的幼苗 看来若掌成和禁地中的灵眼之树一样高大,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我估计,怎么也要二十一年的精心催熟才行 不过,线下我也不急 反正修炼到甲婴,也定要这么多的时间才可以 况且,我此刻手上已经有了一颗定灵丹了 就是来不及,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韩丽之所以费尽心机要将灵眼之树弄到手 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要配置那明清灵水 毕竟能拥有一双明清灵眼,在斗法时便是大涨便宜的 就好比,我的神石远比铜间修饰强大 那和人争斗中就会大战的先机 与此同时,韩丽也没有放弃炼丹术的练习 为最后九曲灵身丹药的炼制做足了准备 就这样,在韩丽苦修炼丹之中 时间也一点点地过去 在这期间,除非是必要的应酬 韩丽是根本不出动腹一步 甚至在修炼的关键时期,必须要闭关才可食 韩丽便会将银月放出,让她幻化成自己的模样 以此来应付一些偶尔来访的同门 她呢,则继续闭关修炼 好在,银月的妖狐之体 随着大量丹药的吞食 修为精进的奇快 幻术也是越发精妙 始终没有露出破绽来 而木性女子一开始对韩丽还有些怀疑 但随着韩丽自事件大会后 始终在骆云宗身居简出 没有丝毫异动 逐渐地呀,此女也就将韩丽 再次视为普通的炼七七弟子来看待了 如此一来 韩丽便更加安心地在骆云宗待下去了 转瞬之间 韩丽在骆云宗以炼七七弟子的身份 就待了二十多年 此时在小石山洞府的炼丹室中 韩丽口吐一缕手指粗细的青色丹火 不停地烧裹着一个半尺大小的银白小顶 此顶扶在丹室中心的一个法阵上 翻滚转动个不停 而韩丽全身灵光闪动 神情则显得有些紧张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丹室中开始出现了淡淡的药香之味 此香味 韩丽只闻了几口 就觉得精神大振面露一分欣喜之色 当那药香最终由清淡变成了浓郁之时 韩丽眼中便金光闪烁一下 突然两手一掐法绝 丹火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开 顿时一道法绝射出 准确打在了法阵的一角之上 法阵随即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 树到红绿交错的光芒同时喷出 积射到银顶之上 那小顶轻微颤抖了几下后 顶盖就自行打开了 从中浮出了一颗乳白色的丹丸来 此丹丸拇指大小 通体晶莹灵光闪动 还有丝丝乳白色灵雾浮现在其四周 若有若无以赴灵药天照之下 见此丹丸 韩丽丝毫掩饰不住脸上的狂喜之色 这九曲灵参丹药竟真的炼制成了 我此前已经失败了数次 若这次还没有承担 那玛瑙脚和半腰草 就真的无法支持下一次的消耗了 至于那最重要的原料九曲灵参 韩丽反而是最不担心的 在用九起灵参炼丹时 我便没舍得将整只灵参都拿去炼药 只是从灵参本体上抽取了一点深夜炼药 留了这通灵之物的一条性命 这样做后 那灵参虽不会立刻毙命 但也元气大伤 就连现行出来的化身白兔 也变得无精打采 有气无力的样子 因而 我深思熟虑了数日 终究是给那九曲灵参 滴入了那催熟的绿叶 当然 为了保险起见 我开始时 也只是用西式的绿叶 一点点地加大尝试 生怕会出什么意外 毕竟 这可以拥有化身的天地灵物 实在和普通灵草是不太一样的 结果一滴入这些绿叶水 那灵参的元气竟真的恢复了不少 并没有出现不适之障 这下韩丽才放下心来 开始真正用绿叶 滴入其上 如此这般 每当韩丽抽取一次深夜 便会用绿叶 韩丽却并没有马上开始凝结元英 他出了洞府 独自一人在云梦山东脉 找了一处山清水秀的隐蔽之处 静静地盘坐在那里 一动没动 在此期间 他将自己以前的人生经历 从头到尾地细细品味了一番 年幼时在父母膝下享受天伦之乐 少年时和小妹细耍游玩 再大一些 则因为三叔的推荐进入了七悬门 认识了丽飞鱼等人 并因为无意中遇见莫大夫 得以修炼长春功 后来在泰南小会开始 才真正踏足修仙界 回忆由原来的模糊不清 渐渐到清晰游见 韩丽脸上的表情也是呼喜呼怒 变幻不定 再也没有以前不喜形于色的沉稳之状 如此这般三日之后 韩丽双目紧闭 脸上的表情终于恢复平静 开始什么都不想地 静静地参悟天地之道 又过了一个月 韩丽从隐秘之地再次出来时 不论身心法力 都处在一个充盈巅峰的极佳状态 特别是在心灵的锻炼上 又上了一层 随即韩丽回到洞府 就将洞府外所有的大阵禁制 都统统开启 然后从留守的银月 说了短短两句话 收好门户 就算有天大的事情 也不要打扰我 说完此话 韩丽就青山飘飘地 进入了静室之中 随后 石门无声无息地落下 门上白光闪闪 浮现了一层明厚的符纹 韩丽在里面又开启了一层禁制 以防结音时 受到什么意外的干扰 银月随即面现一丝复杂之色 那其中隐含着羡慕 渴望不甘等种种神情在内 最终 望着寂静无声的静室好久之后 银月才叹了口气地 离开了附近 如今我和韩丽息息相关 我就是有一些小心思 也希望韩丽 能凝结原因成功 三个月后 在离药园百余里的空气中 木星女子向药园这边缓缓飞来 她面上满是心不在焉之色 似乎满腹的心事 她一想到家族的几位长老 给旗下的必须和严姓男子成亲的通牒 就感到前途一片的灰暗 我若是结单修士的话 家族里那些所谓的长老 就绝不敢对我指手画脚 反而会对我恭敬有加 毕竟一位结单亲修士 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谁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木家族长为了让自己的孙子 迎娶严加的刁蛮女 竟然不惜用换婚把戏 强行给我定下了这么一桩荒唐的婚约 此女一想起此事 就不禁恼怒地银牙暗咬 只是她一向为人好强 所以才总是做出一副 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样子 但实际上 她心里是极度地彷徨无奈 关于此事 木姓女子原先其实打算得很好 既然表面上 我无法违反家族长老 那便尽量拖延和对方澄清的日期 最好在澄清之前 我能侥幸结成金丹 如此一来 我自然就可以蔑视这桩婚约了 可我虽然天资过人 但想要再短短二三十年就结成金丹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我这般努力 现在也只不过是一只脚 刚踏进了助击后期的边缘而已 想要达到贾丹境界 开始尝试结丹 那最起码还要二三十年的苦休和等待 第四百五十二集 虽然木性女子可以等下去 但木家的那些长老却是等不起 终于在近期和他撕下了脸皮 一想到这些 那木性女子就觉得浑身无力 一丝反抗的余力都没有了 而在洛云宗内部 即使他深受封主和众师兄弟的喜爱 但只要一牵扯到各自家族的错综利益 这些人也不好插手此事 这让此女更加的苦闷起来 更糟糕的是 那位贼美鼠目的严师兄 似乎也得到了什么消息 最近是天天往天拳风跑 对其死皮赖脸的纠缠不清 若不是此女的法力远在她之上 恐怕这位严师兄 多半连用强的手法都会使出了 而今日呢 恰好是几处药员上交药材的日子 此女干脆便抢了此工作 早早顿出天拳风 好躲避那严姓男子的纠缠 现在她一连跑过了两处 终于该向韩力负责的药员去了 一想到韩力其人啊 此女心中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前前我觉得韩力 虽然是一名恋骑骑弟子 但却总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 而是件大会之事 曾让我一度猜测 她可能是隐瞒了修为 说不定另有什么身份 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在细心留意她的事情 但一连几年过去 她始终归归局局 连四毫出阁的事情都没做过 她还很少外出 结交的朋友也寥寥无几 如此一来 此女倒对韩力更感兴趣了 她表面上对韩力放松了注意 实际上却更留意对方的举动了 但可惜的是 韩力为人实在是低调得很 很少参与宗内的事情 如此这般二十余年下来 此女算是彻底放弃了 我先前的猜测 实在是太一厢情愿了 估计她顶多就是一个内向 性格孤僻的普通弟子而已 而且资质也不怎么好 连助击恐怕都不太可能 此女略想了一下韩力的事后 终于加快了一点玉器的速度 向远处飞顿而去 木星女子才飞行了十余里路 便见空中的灵气 忽然混乱翻滚起来 转眼之间就形成了 无数的灵气漩涡 这让不曾提防的此女 身形一个亮枪 差点连人带法器 一起从空中跌落下来 灵气漩涡 那木星女子大惊之下 急忙将全身的灵力一提 这才勉强在灵气波动中 稳住身形 然后她急忙四处旁顾 入木的情形 着实让其恶人 只见在百鱼杖的高空之中 出现了无数肉眼可见的点点灵光 这些灵光五颜六色 忽明忽暗 但无一不蕴含着精纯之极的天地灵气 悬目美丽之际 木星女子的目光稍朝远处一扫后 脸上更是花容湿色 只见漫天高空中都是点点灵光 无边无际 仿佛根本没有尽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星女子欲气浮在空中 望着眼前的诡异情形 目瞪口呆起来 实际上 这灵光凝现的奇迹 以韩丽的洞府为中心 遍布了方圆百里的整个区域 就在女子发现灵气异变的同时 也有成千上万的其他陆云宗修士 同样地感应到了这种巨变 而在百里之内的修士 则和木星女子一样 亲眼目睹了这奇景 不过 这些修士身处其内的滋味 可并不好受 注击器以上的还好 除了身体不适心中彷徨之外 还能够勉强保持着阵地 但是人数最多的练气齐修士 则明显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灵压 修为浅些的 甚至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天地异兆 这是何意 暂且不要理会 我们还是赶紧打坐吐纳为好 这些修士纷纷在原地打坐吐纳 尽量地抗拒这种让他们有些毛骨悚然的一变 至于洛云宗以外的修士 他们虽然无法目睹此景象 但是天地灵气的剧烈震荡 他们或多或少也都能够感受到一些 而有些修为高深的修仙者 甚至在千里万里之外 就已把目光投向了洛云宗的位置 虽然绝大部分修士没见过 更不知道出现的代表着什么 但凡是知道这种天照奇景的 或惊或喜 更多的则是羡慕之余 极度万分 此刻在洛云宗主峰之上 高达数千丈的某洞府内 一名银发老者 正面色灰白的吐纳气息 仿佛大病出狱的样子 而就在数百里外灵光浮现的刹那 银发老者白色长眉一倒 双目默然惊愕地睁开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收了功法 马上化为一道白光飞顿出了洞府 片刻之后 银发老者就出现在了主峰的峰顶 站在一块高大的巨石之上 他凝重地看着韩丽洞府所在的方向 有些正正起来 神色阴晴不定 就在这时 一道黄光从天外飞顿而来 看方向正是从银发老者洞府而来的 那黄光一见银发老者已站在了洞府外 便立刻到了其身前 光滑一脸后 显出了一个面色青黄的忠明 程师兄 你也感应到了 应该没有弄错吧 有人竟在我们洛云宗内凝结了原因 中年人一现出身形 便立刻向老者惊愕地问道 弄错 这怎么可能 你我二人可都经历过此情景的 的确是有人在我们宗内某处凝结原鹰了 而且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马上就可成鹰了 银发老者是头也没回 眼睛微眯地说道 这可古怪了 我们宗内到结丹后期的 也就只有冯氏之 可能姓吴的奸细而已 但冯氏之前两年 还在冲刺最后的大圆满境界 短时间内 连假鹰境界都到不了 更别说结鹰了 至于那天煞宗的奸细 此刻他的修为已废了大半 连叠数个境界了 绝不可能是他 那些失职的修为 你我还不清楚吗 这修士虽然是在我们洛云宗内结鹰的 但可不一定就是我们洛云宗的人 说不定是哪个胆大包天之人 偷偷前进或者混进我们宗内的 毕竟这云蒙山灵气充沛 也的确是结鹰的最佳地点 师兄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就这样看着对方顺利结鹰吗 不错 师弟这话算是说对了 我们什么都不做 静待即可 虽然不知道这人能否熬过最后一步心魔反噬 但现在出手干扰已是无意之事了 经受心魔的过程 对结鹰者来说似乎是经历了数月甚至数年之久 但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片刻的功夫而已 吕师弟难道忘了自己结鹰时 那经历心魔的情景吗 怎会忘掉呢 那种情形 我可实在不想再重新回想一次 心魔反噬 几乎是你越恐惧什么 它便会在你心里幻化出来什么 要不是当初结鹰时我服用了一枚定灵丹 那肯定无法熬过那心神淬炼的折磨 那吕姓中年人一听到老者提及结鹰时的心魔 不仅打了个冷战 脸色一下难看至极 这就对了 这人若没熬过最后一关 没结成元英 那如何处理对方 自然是由我二人说了算的 何必急于一时 但若对方真的侥幸踏入了元英起的境界 那我们现在阻止也已迟了 故不如静观其变 再说这人若能凝结成英 那对我们洛云宗来说 不见得是坏事 说不定还能结交此人一番 甚至将其拉进宗内呢 师兄的意思是说 这人是一名散修 实有八九事吧 若是有家族或者门牌的修士 又怎会冒险在我云蒙山进行结英 否则就是再差 那也应该是有大批的高阶修士 互发才是 你还记得我二人结英时 宗内的正中举动吗 在我结阳的那数月里 整个宗门都如林大敌般的全宗风山 连镇派大阵都开启了 那这样看来 此人还还真有可能是位无派的散修了 这人若是散修成英 那我们自然要多加拉拢 不可轻易得罪 毕竟以散修身份结成元英的修士 那一旦成英 肯定个个都神通不晓 不可轻视啊 而且这些修士没有门派的拖累 相比起我们这些宗门出身的修士 估计便会更少 因而非常喜欢记仇 那天恨老怪 不就是我等都不愿轻易招惹的人物吗 这其中大半是因为这老怪 修为高深 远超通街修士 但再有便是其肆无忌惮的行事手段 这也是许多天南大派身为忌惮之处 中年人听到这里 默然点了点头 似乎是很赞成对方的说法 第四百五十三集 忽然老者眼中精芒一闪 脱口而出的低声道 开始了 中年人听后一惊 急忙将神识向远处投去 这时 韩丽洞府的上空 灵光浮现得越来越多 并渐渐凝聚 连成了一望无际的五色霞光 而霞光里面风雨雷鸣之声大起 片片彩霞 都随着雷鸣声滚滚翻腾起来 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处飞快地汇聚 洞府上空刺目耀眼 渐渐形成了一团直径离许的巨大光球 里面荧光流转 让人无法直视 突然 一声惊天动地的惊雷凭空响起 整座石山都猛然晃动了一下 随后 一道清蒙蒙的光柱 从石山之中喷射而出 正好射进了高空的光团之内 巨大光团四周马上阴云密布 风雨雷电交加 随即光团在阴云中开始一点点的收缩变形 同时五色灵光闪动 越发地耀目刺眼 附近离得较近的一些修士 此刻已赶到了小石山的附近 他们看着空中那惊人的天下 各各面面相续 不知如何是好 看 那巨大光团凝聚成了一团全头大小的金银圆珠 这圆珠上蕴含的灵气 实在是庞大到可怕了 附近观看的修士各个脸色大变 没人敢轻取妄斗 只听砰的一声轻响 圆珠一亮一闪之间 化为一团直径丈许的五色霞雾 往下飞快遁去 转眼间就钻入了石山之中 不见了踪影 同时附近的风雨雷电等天象 也瞬间消失不见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这 这是为何 结束了 这一下 令附近众修士都大眼瞪小眼 个个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从石山中传来一阵仿若龙吟之音 吱声九天云霄 天地随即为之色变 只见一个高约百丈的人形光影 浮现在了石山之上 此光影闪烁着四色灵光 手脚粗大惊人 因为面目灵光太盛 仅无一人能看清巨人的真容 只觉得此人影似乎是威严之极 让人不敢仰视而望 而更让这些修士惊骇的是 此光影微一汗手 两道森然光柱就在众人身上一扫而过 所过之处让人瞬间屏住了呼吸 随后扑通扑通之声接连响起 一些修士全身一沉 竟如同被泰山压顶一般的半跪在地上 无法起身分毫 剩下几名修为较为高深些的修士 虽然勉强能够站稳身形 但是双膝也微微颤抖着 额上青筋跳动 一副勉强之旗的样子 这灵压竟如此大 这要持续到何时啊 就在这些修士心惊胆战 暗暗叫苦不迭之际 那巨大人影仿佛笑了一下 身体漠然化为了漫天星光 溃散不见了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陷入了 木凳口呆之中 此时小石山的静世之内 韩丽盘坐在地双目紧闭 但在其头顶的天灵盖处 正有一个高约寸许的迷你婴儿 在发际上攀爬细爽 此婴儿白白嫩嫩清光照体 相貌容颜和韩丽是一般无二 只是面上满是兴奋欢笑之色 和韩丽平时的沉默寡语大相径庭 过了一会儿后 婴儿似乎玩耍得有些累了 他打了个哈欠 清光一闪 便从天灵盖处 一下钻进了韩丽的体内 随即韩丽神色一动 眼皮微颤后 终于睁开了双目 醒来的韩丽并没有马上起身 而是面带一丝 古怪狂喜 掺杂在一起的复杂神色 他忽然伸起一只手掌 在眼皮底下翻来覆去地看了数遍 忽然又单手一抬 往自己的头顶上摸了一摸 脸上全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后 韩丽面上的兴奋之色 才渐渐地隐去 恢复了常态 他扫视了一下静视中的情形 伸了身揽腰 终于站起身来 随后他手指一弹 一道清光便射到了石门之上 顿时静视大门光滑一闪 无声无息地生了起来 恭喜主人 结成元英 此时 那隐月静化成艳丽少妇的模样 正守在静视外 他一见韩丽从里面出来 便立刻恭敬地低手失礼 其称呼和口气的恭谨程度 有点出乎韩丽的意料了 主人 看来一月倒有 现在才是真心地认可我呀 不过这也很正常 你原本的修为就不在我之下 我若是未能凝结成英 你又怎会真心服我 主人所言极是 现在主人元英结成 便是踏足了这一届 最顶尖的修仙者之列 寿元更是长达千余年之久 以主人如今 才康康二百岁的年龄 只要再有点机缘造化的话 我相信主人修到化神器境界 绝不是不可期望之事 化神器对现在的我来说 实在太遥远了 不知多少元英器修士 都卡在初期阶段 无法寸进分毫了 你也不要期望过高了 我对主人可颇有些信心的 银月燕燃一笑 显得格外妖娆诱人 韩丽听了 则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此时石山的外面 已聚集了上千人之多 他们围着此山玉器飘浮在半空 窃窃私语不已 以他们的见识和阅历 自然不知刚才的天象代表了什么 只能胡乱地猜测一下 不过即使这样 刚才发生之事 也已让他们 有一丝难耐的兴奋之情 悟性女子混杂在人群中 也赶到了这里 她目睹了附近发生的一切 脸上露出了阴晴不定之色 我总感觉 这天照似乎和海力 有点什么关系似的 就在这时 又有数道颜色各异的光芒 匆匆飞至了这里 光滑一脸后 显出了五六名 神色凝重的杰丹妻修士来 为首的 正是那姓逢的杰丹后妻老者 在其旁边的 则是红杉老者 纵性绝色女子 以及其他几名 面孔有些陌生的修士 所有弟子听好了 此山十里之内 暂时被划为禁地 凡是滞留附近者 将被视作违反门规 严惩不淡 冯姓老者一见此地竟有如此多的低阶弟子 不仅双眉一挑 口气一寒地说道 这些低阶的洛云宗弟子 一听本门祖师竟下了这般命令 虽然个个都满肚子疑惑 但也只能预期离去 此地顿时空旷了起来 墨师纸 你暂且留下 此时 一名面容普通的杰丹修士 忽然嘴唇微动地 向风姓老者传音了几句 接着便指了指下便石山前 韩丽负责的药园 那老者神色一动 叫住了也准备离去的此女 弟子仅听师伯吩咐 沐姓女子一正之下 急忙掉头飞到了几位杰丹修士面前 脸现恭敬之色 沐师纸 听说这个药园是你负责的 是 此药园是本封一名叫韩丽的 炼七七弟子管理的 炼七七 此人现在何处 这个 弟子也不知 刚才已经有几位师兄 闯进药园里看了 那名弟子并未在里面 韩丽 莫非是二十多年前 世间大会上 进入过前十的那名外室弟子 段师伯所言不错 正是此弟子 外室其弟子能进入前十 那的确有点古怪 难道刚才的结英天诏 真是此人引起的 冯姓老者望着此石山 表情复杂难难自语 其身边的一杆结单欺修士 也个个都神情肃然 那宋姓角色女子更是目光闪动 一直沉默不语 结英天诏 难道刚才是有人结英了 冯师兄 看刚才的意境 那人鹰已结英成功 我们要如何应对此人 对方是新进阶的元鹰奇修士 这也不是我等能面对之事 估计两位师叔 不久就会亲自来处理此事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千万别触目对方 两位师叔已经来了 众人文言急忙抬手望去 只见天外光芒一闪 有两道长红瞬息极致面前 一白一黄 冯姓老者等人见此情景 立刻分站两旁 面露镜色 这里的事情交于我二人处理就是了 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不用留在这里 银发老者和那吕姓元鹰修士 一出现在这些结单修士面前 就淡然地说道 冯姓老者等人口中称氏 便纷纷从石山附近离去 那木姓女子自然更不敢滞留于此 她向两位师祖身世一礼后 就急忙欲气飞走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 她还是不禁回首望了一眼那耀元的方向 难道这结阴之人真是哪含莉不成 第四百五十四集 东府内 韩丽正在大厅内和银乐所画的少妇说这些什么 一脸轻松直色 外面却忽然传来了悠长的苍老声音 在下 洛云松承天坤 恭喜道友元英杰成 不知老夫和师弟可否尽府一叙 韩丽听到此传音 眉头不禁皱了一下 嘴急也就舒展了开来 颐悦 你将禁制放开 先让两位洛云宗长老进来再说 此事迟早要给对方一个交代的 不过 开启禁制后 你就不要再露面了 毕竟你的狐妖之体 虽然擅长隐匿和幻术 但身上的妖气 是无法瞒过元英气修饰的 是 主人 隐悦恭敬的达道 连步轻移向外走去 片刻之后 在石山外等候的两位洛云宗长老 忽见下面的石山景色一变 原本看似普通的石山岩壁 莫然浮现出大片青萌萌的光雾 将整座小山都笼罩其内 而雾中煞气冲天符纹飘动 分明是设有利害尽致的样子 引发老者和吕信修士互望了一眼 不禁苦笑起来 对方在洛云宗内开辟一个洞府 并布下如此厉害的阵法 而我们身为此地主人 竟连一丝都没察觉到 这可真是件大丢颜面之事 这时 光雾中传出了韩丽的淡淡声音 韩某此次借贵宗灵地修炼 未曾和道友提前打过招呼 真是貌事 还望二位不要见怪才是 在下这就将禁制放开 二位请禁府一叙 道友说的是哪里话 能看中我们洛云宗 并在本宗凝结元英 这是本宗的姓氏 我二人怎会不满 倒是此次来得匆忙 我们并未准备 道友成英的贺礼之物 有些惭愧了 银发老者哈哈一笑 仿佛没有一丝介意 道兄说笑了 能在此处谐 韩某已经深受大恩了 此话一出 青色光雾中一阵激烈翻滚 随即便在二人面前 自行分了一条两三丈的通道来 见此情景 银发老者二人毫不迟疑地飞顿入通道 并瞬间飞至一扇轻蚀大门之前 石门对外大厂 跟前正站着一位青袍青年 二十余岁相貌普通 嘴角含笑 正是韩力出府来迎接他们 二位道友请进 韩力冲二人一笑道 我等打扰了 银发老者二人也没有客气 略一抱拳后便跟着韩力进入了石门 随后外面的青色光雾一阵翻滚 那通道就消失不见 尽致弥合如初 银发老者二人虽然感应到了此幕 但自视此地乃是落云宗之内 自然不会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二人跟韩力走过一小段通道后 就进入了一间面积不小的厅堂之内 二位道友先尝尝在下炼制的灵茶如何 待二人坐下后 韩力便神识一动 一只巨猿傀儡手捧一个茶盘 缓缓走了进来 茶盘池上放着三杯刚刚沏好的清茶 一一摆放在了三人面前 然后傀儡便面无表情地退了出去 好茶 没想到韩道友修炼的竟然是机关傀儡术 这可真是非常罕见哪 银发老者品了一口手中清茶 轻赞了一声 然后盯着巨猿傀儡消失的方向 有些惊讶地说道 没什么 韩某只不过粗懂一些傀儡之道 炼制几个驱使罢了 怎能入二位道友的法眼 道友太谦虚了 这只巨猿虽然只是个傀儡 但从身上的灵气来看 立地一个助机器修饰 是绝没问题的 吕姓中年人对韩力会傀儡术 同样是大感意外 不禁出口试探呢 这种傀儡的权力一击 确实可以和助机中期的修饰相媲美 但无论行动还是攻击手段 毕竟都太单一了点 而炼制他的材料又价值不菲 足以抵一件顶结法器了 可就是这样 道友的傀儡也非同小可了 若是低节弟子带了一只在身的话 那防身可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这种机关傀儡术 似乎源自极西之地的千竹教 道友难道是出身极西之地的修师 银发老者口中 虽仍对巨猿傀儡赞不绝口 但话锋一转便探听起了 韩丽的出身来历 一听老者此话 韩丽不觉微微一笑 双目半眯了起来 傀儡术 是在下从一本无名典籍中学来的 是不是和极西之地有关 那就不知道了 至于韩卯 可是货真价实的天难修师 早年出身越国 但后来魔道六宗入侵 才不得不顿走他国的 原来道友出身越国 这真是让在下有点意外了 看道友容颜如此年轻 不知韩道友修炼了多少岁月 难道修炼的功法也有助言奇效 吕姓修士和老者互望了一眼后 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一开始他就觉得 韩丽相貌年轻的过分 但是能够到凝结原因这一步的修士 最起码也得有三四百岁吧 就像吕姓修士自己 也是近四百岁时才进入原因期的 韩某修炼的功法倒没有助言的作用 但是早年机缘巧合之下 曾经服过一枚定言丹 婴儿容颜就始终维持在负担的那一刻 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而在下屈指算来 就两百余岁了 什么 二百岁 那吕姓修士开始听到定言丹之时 心中很暗道 果然如此 但是等韩丽一说出自己的年龄 他不禁脸色大变 面露亥然之色 哎 倒有 真的只修炼了二百年春秋 银发老者听了韩丽此言 心中同样翻滚不停 据他所知 只修炼了二百年就能够凝结元英的修士 在天南也就只有寥寥十几人而已 而这些人无一不是天纵之才 大部分也真成了惊天动地的人物 其中更有突破元英后期便漠然消失 飞升到另一届的传说存在 眼前这位年轻修士也自称只修炼了二百年 那岂不是说 此人也大有可能突破元英初期 成为非同小可的存在吗 怎么 在下二百岁结英有什么不妥吗 韩丽见此眼中一丝一色闪过 虽然他知道自己二百年就凝结元英 的确比一般修士早了许多 但却不知此举还有什么含义在里面 毕竟对于和元英期修士相关的事情 韩丽知道的只是一零半爪 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 啊 没什么 韩道友如此年轻就能凝结成英 实在让我二人大吃一惊啊 看来 看来 倒有前途 不可限量啊 那银发老者轻叹了一口气 面露一丝羡 同时他心中也已拿定了主意 不管对方所说是真是假 以为元英其修士 那我们洛云宗一定要好好拉拢 绝不能和此人交恶 若能劝说此人就此加入洛云宗 那就更好 一旁的吕姓中年人同样是面带复杂之色 但是眉宇间倒也恢复了常态 银发老者嘴唇微动地传声几句后 二人脸上就都露出了凝重之色 韩丽不动声色地看到眼内 并没有露出不满之意 反而趁机拿起桌上的茶杯轻轻抿了两口 这事引发老者和吕姓中年人 似乎也商量完毕了 啊 既然韩兄弟还是散修 那就请恕成某放肆地问一句 道有如今元英已成 今后可有什么去处吗 去处 这一时倒没想好 越国现在是魔道的天下 而在下早年曾经得罪过鬼灵门的修士 是不可能回去的 至于其他地方 韩丽说着说着便露出了沉吟之色 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 啊 若是道友不嫌弃洛云宗弱小的话 不妨就此加入本宗吧 我们洛云宗虽然远不起古剑门似的 和白巧院比起来也差了一丁点 但好在本宗并没有什么专门的修炼法门 不讲究什么功法传承 一向是积百家之常为己所用的 只要道友肯加入本宗 从此就和我兄弟二人平起平坐 绝不拿道友当外人的 银发老者满是肃然之色的郑重说道 成为贵宗的长老 韩丽不经意地眉头一皱 脸露一丝迟疑之色 哎呀 道友放心 我等在宗内 虽然担负太上长老的名位 但实际上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更没有什么俗物缠身 只是一种威慑的存在 完全可以专心自己之事 而每年宗内的弟子 都会供奉我们上千灵石 以作为我们修炼之用 而我们若有什么灵药材料等 较为特殊的需要 也可吩咐下面的弟子去做 总而言之 道友作为我们洛云宗的长老 在待遇上 绝不会比在其他宗派少半分的 师兄说的不错 并且韩兄弟虽然凝结元英成功 已进入了元英期 但在元英的宁链上 想必还是一头雾水 没上得很吧 不是我等兄弟自夸 我二人虽然数百年来 一直困在元英初期 无法更进一步 但在修炼上 还是有一些独到体会的 若是道友肯加入本宗 我二人自然会坦然告知 让韩兄弟少走一些弯路 韩丽听着二人的邀请之言 心中对吕姓修士所说的条件 有些心动 我自然知道 刚刚成为元英期修士 就有一个宁链元英数百年的修士 是给予指点那意味着什么 说不定 就此便可以省缺数十年 甚至百余年的苦修时间 至于留在洛云宗 我倒也不是没有过此念头 但却一直没有认真思量过 这其中的利弊 现在既然对方主动提出来 那我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我是继续做一届散修好 还是顺水推舟的 做了洛云宗的长老 或者干脆再去挑一个 更合适的门牌加入呢 低头沉吟了好一会儿后 韩丽抬手正色的 两位倒有的好意韩某心领了 不过此事重大 而在下也刚刚结营成功 尚有些心绪不宁 还望二位容在下斟酌几日 三日后再回复二位如何 听到韩丽此言 那引发老者二人不禁互忘了一眼 然后老者只是略微考虑了一下 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答应道 这 惭愧 看来我师兄弟是有些心急了 此事自然应让到有郑重的考虑几日 这样吧 这几日我先将此地化为禁区 也省得有宗内弟子打扰了道友的清修 三日后 我二人再一起来拜访道友 说完这话 引发老者二人再和韩丽闲聊了几句后 就失去地告辞离去了 韩丽则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到了洞府外 这才重新回到大厅内坐下 眉头紧皱 不知在思量着什么 听堂外呼的白影一闪 银月不知何时又恢复了白狐原形 体态优雅地走了进来 韩丽望了一眼那小胡 有些奇怪地说道 怎么 法力又不够支持变身了 是的主人 以我气灵之身的法力 加上妖狐本体的一点灵力 也只能支持这么点时间的人形 下次可以变换人形 又要再等一个月了 等你真的进阶到了八级妖兽 那便可以永远变换人形了 现在倒也不必如此心急 这倒是 我在鼎内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也不差这数百年的时间 况且有主人的丹药相符 说不定比我预料的还能提前许多呢 韩丽文言点了点头 说起虚天鼎 我以前自觉修为不够 一直都没有问过你相关之事 但现在我原因已成 你应该也可以说此事了 毕竟你在鼎中待了这么长时间 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开鼎之法 而我呢 对此鼎中除了补天丹之外 还有何宝物 也好奇得很 开鼎之法 银月的确知道 但主人听后恐怕会有些失望的 哦 怎么 以我现在的修为 还无法开启此顶 主人不知 当初我和其他几件古堡 从顶中遁出 可不是我等可以对抗虚天鼎 这等通天灵宝的束缚 而是因为顶上那前来兵宴被触动 我等才有机可趁的 通天灵宝 这是什么 虚天鼎不是古堡吗 听你的意思 似乎开启虚天鼎 还和前兰冰宴大有关系 其实通天灵宝 也就是古堡 这是上古修士的教法 只不过 因古堡中 具有莫大神通的宝物 才能惯于这种称呼 而虚天堡鼎 就是这么一件通天灵宝 我虽不知 此鼎具有的是何神通 但绝对远超出普通古堡的威力 至于那前兰冰宴 它正是开启虚天鼎的关键所在 不 应该说 是控制虚天鼎的第一步 主人只有炼化了此宴 才有机会掌控此灵宝 通天灵宝 能叫上古修士这般称呼 看来此宝 真的是不同凡响了 但既然炼化冰宴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下边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你不妨一起讲出来就是了 韩丽听后非但没有露出懊恼之色 反而是引露一丝喜色 他很清楚 用如此多条件才可以使用的宝物 只说明此宝的威力远超他的预料 这自然是惊喜万分之事了 只要那虚天鼎在他手中 就算条件再苛刻 也总有一天能让此宝受他驱使的 这一点 韩丽还是颇有自信的 而银月摇了摇头 老实地说道 下面还需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的 因为等主人炼化了前蓝冰宴后 自然就会得到下一步的提示 我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而已 这样啊 如此还真有点棘手 也罢 我就先把前蓝冰宴炼化 再说其他之事 对了 你似乎还没有说顶中还有何宝物 银月没有想隐瞒之意 只是那顶中 除了还有两颗补天丹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古堡了 只剩一个空顶而已 毕竟虚天鼎在虚天殿搁置的这些年 断断续续的总会有一些大神通的修饰 能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来触动顶上的前蓝冰宴 而每当此时 总会有一两件宝物趁机飞盾而出 如此一来 顶中的宝物自然也就渐渐一空了 你们上次在虚天殿中见到的 就已是仅存的古堡了 原来如此 那能将这虚天顶说为己用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韩丽并没有露出懊恼之色 反而是心平气和地说道 似乎对此也有几分预料 主人能够如此放得下 银月实在佩服之极 主人所言不错 据我所知 即使在上古时期 最多也就能有五六十件古堡 可贯于灵宝称位 其中的每一件 几乎都能有近似翻江倒海 移山唤星的莫大神通 说实话 当初我刚见主人的小瓶 能够催出灵药时 我差点就以为 紫瓶也是某件灵宝了 但后来仔细一想 才觉得不太可能 哦 为什么 难道我小瓶的神通 还不如那些灵宝吗 小狐伸出粉红的舌尖 舔了舔嘴唇 这才郑重地说道 这倒不是 主人的小瓶 不论是否还有其他神通 但光催熟灵药这一项 我想 就足以傲视所有灵宝了 毕竟其他灵宝 就算再神通广大 但仍要遵循这一界的天地法则 那些灵宝 也只是将这些法则 加以放大利用而已 可这小瓶催熟灵药的功效 却是真正的逆天行事啊 我估计 只有飞升后的灵界 或是更高层的仙界 才可以炼制出此等宝物 这下 韩丽也不禁按吸了一口凉气 有些动容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这宝物 很可能是上界的修饰 或者仙界的仙人脸智的 不错 的确有这可能 韩丽听了这话便默然了起来 她从储物袋中掏出那个神秘小瓶 拿到手中仔细地把玩了起来 神色阴晴不定 半赏之后 她缓缓将瓶子收了起来 然后突然从银月问道 银月 你应该在隔壁 就听到了两位 洛云宗长老的言语 你觉得 我是该留下来 还是 另寻一个更好的去处 这个 既然主人亲自相问 那银月就放肆了 请问主人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吗 若是没有其他计划 那就留在银月宗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二人都是原鹰出其修饰 主人若留在此派中也不会受任何人的拘束 而且银月宗也算一个不小的门派了 足以为主人提供一定的帮助 当然主人若是另有安排 这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一名原鹰其修是 即使是散修 那也不会有什么门派敢轻易照热的 我暂时还没有什么具体计划 我需要先花费数年功夫 将原鹰凝固再说 另外 以后 我必须去一趟极西之地 那大眼爵后三层的功法 我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此外 元五国最终我也是要去一次的 我当年答应过一个人 要灭了此国的父姓家族 就是不知此家族和白巧院的父家 到底有什么关联 若是这样的话 那主人还是暂留洛云宗好了 当散修毕竟还是有些事单利孤 而且有原鹰其修是指点的话 对主人的修炼也是大有好处的 有点道理 我有些累了 你先下去吧 韩丽并没有说是否采纳了此建议 而是画风一转地吩咐后 便起身向卧室方向走去 白狐歪头瞅了瞅韩丽远去的背影 眼中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也从厅堂中走了出去 第456集 韩丽躺在卧室的石床上 正正地望着青石视顶 心情起伏不定 有些难以入睡 凝结元英时的情形 韩丽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好怕不已 碎丹是全身经脉的逆转抽搐 固然让我痛楚得差点生不如死 但我凭借着修为 远比童街修士高深得多 强忍一下也就撑过去了 而其中 那九曲凌身丹丸的神奇要力 当人鞠躬最多 否则 我很怀疑 我是否当场就要昏缺过去 碎丹过程虽然凶险无比 但和下面的心魔反噬比起来 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原本以为有养魂墓 婆罗珠等数件安魂定魂的 易保护身 再加上一颗专门为此准备的定灵灯 那过心魔这一关 虽不至于不费吹灰之力 但也总应该 比其他结阴修士要轻松得多才对 但没想到 这心魔的利害诡诀 根本远胜传闻数倍 心魔先让韩丽经历了一连串 他心中最恐惧最害怕之事 那许多平常都深埋心底 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事情 在幻象之中接连发生 不管是故乡小村突遭强盗喜劫 父母小妹全遭毒手 还是自己修为权师 重新剁为凡人 以及小平的秘密暴露 他被整个修仙界修士追杀 这些无一不触动韩丽心中弱点的情景 都一一在他面前展现出来 似真似幻 一旦坠入 没有百年根本无法自拔 因此 即使韩丽平时性格再坚毅沉稳 也差点因为怒火和恐惧而沉沦其中 好在那颗定灵灯和其他宝物并非浪得虚名 总算在关键时刻保持了我脑中的一点清明 这才让我得以冲破幻象回归现实 就算如此 这也让韩丽出了一身的冷汗 但未等他心神烧定 信魔的下一步攻击就紧接幼致 他在心神恍惚之间陷入了众多美妙幸福的幻象之中 这其中既有和父母小妹重聚一堂再回幼时的幸福生活 也有默然和南宫晚结派成亲 共同双修的美梦 到了最后 竟还出现了末世姐妹 陈巧茜等数女共事一夫的场景 对于这些呢 韩丽倒只是沉溺了一下 就摆脱了心中的迷恋 下面还出现了他修为大成 一举称怕天南修仙界 最终得以飞升灵界 再成为仙界仙人 从此与天地同寿的景象 我在那幻象中不知沉醉了多少年月 仿若经历过术世的大喜大悲后 才不知有什么机缘 便猛然醒悟了过来 最终摆脱心魔迷惑 得以元英成形 韩丽躺在床上默默地回忆着 不由地又想起了 元英第一次出窍式的情景 当我元英刚成 从天灵盖中飞出肉体时 我明明感觉到那元英就是我 但我却无法控制元英的任何举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元英 在我头颅上细耍细细 犹如重新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幼时期 在那一刻 我心里安详平和之极 什么烦心忧愁之事都被抛制了脑后 仿佛进入了所谓的反谱归真境界 事后韩丽略一细想 也就明白了会出现这种情景的阴有 那是因他元英出城 还无法心神合一的缘故 等元英彻底凝形 且修为精进之后 这种事自然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韩丽在翻来覆去中 终于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此间他竟难得做了一场 甘美之极的好梦 似乎再次回到了山间小村 和兄长小妹一起开怀之极的漫山飞跑 然后回到家 在父母面前吃饭 说笑 这真是一场好梦啊 三日之后 当银发老者二人再次到来时 韩丽便没有再迟疑地答应了对方入洛云宗之事 那洛云宗两位长老文言自然是欣喜若狂 啊 稍后我就将召开盛大的宗门大会 并邀请其他门派的高级修士 举行道友的入宗大典 一听这话 韩丽立刻把头颅摇得跟波澜谷一样 一口否定 不必如此 一切从简就好 只给云梦山其他两派知火一声即可 反正这两派的元英七长老迟早也会打交道的 至于其他的都低调进行 我不想让自己弄得多引人注目 银发老者二人虽然觉得有些不妥 但好在他们也能够理解韩丽不喜热闹的想法 也就答应了下来 随后韩丽跟着银发老者二人 出现在了六七封主封的大殿之中 一一召见了结丹七弟子 其中一小半结丹修士 自然认得韩丽这位炼气七弟子了 他们这几日啊早已听到了一些风声 知道了三日前那新晋的结丹修士 要加入他们洛云宗 而对韩丽的身份也猜得七七八八了 因此啊 当真见到韩丽时 他们个个都表现得恭恭敬敬 没有谁露出任何异色 韩丽卷原先的几位师祖 同样是一口一个韩诗书的称呼个不停 面上虽然神色自如 但心中也觉得有几分好笑 因而他也并未刁难 一摆手啊就让他们起来了 但是韩丽神识一扫之下 发现其中的宋姓女子在叫自己诗书时 脸上却带出了一丝复杂之色 声音稍有些迟疑 不知他是不是想起了当日曾对我施展过探心术 寄过无功而返之事 韩丽和这些杰丹修士见过之后啊 引发老者当即开口道 韩道友 整个云蒙山东脉 你可以任选一处灵气充沛的灵山 开辟自己的洞府 而并非一定要住在宗内的几座山峰之上 听了此言 韩丽便也没有客气 接下来的一日内 他寻觅了一番后 就看中了洛云宗东边的一处中等山峰 此峰虽谈不上什么高大险恶 也不是灵气最佳之地 但好在此山峰是罕见的子母峰 除了一座主峰外 在四周还另有三座低矮的小峰环绕着 非常适合布置法阵禁法 开辟一座洞府 对于现在的韩丽来说是极为轻松之事 即使这座洞府是韩丽有史以来建立的最大的一座 但也只花了半日的时间而已 当洞府开辟完毕 韩丽就立刻在三座山峰之上 各自用布阵器具摆下了一座厉害些的临时法阵 顿时一片迷雾将方圆数十里之地 全都笼罩其内 对于这些禁止啊 韩丽自然不会太满意的 等我参悟出更厉害的布阵之道好 便会立刻重新设下精致 做完这一切后 韩丽便重新返回到了陆云宗的原药园处 他准备将旧洞府里的一些东西给迁移走 但没想到 他一回到此地 就看到一个窈窕诱人的身影 正在石山下药园内等着探 此人一见韩丽 立刻脸刃身师一礼 同时应唇一张地恳求道 穆佩丽有眼无珠 以前都有冒法韩前辈之处 还望前辈不要见惯 但晚辈时有一事相求 还望前辈能够成全 不知前辈能否将佩丽收归门下 小女子一定会终生侍奉前辈左右 却不背离万分的 一说完这些话 这位平常艳丽傲双的女子便垂手视力一旁 面露几分紧张之色 一对明眸中更是露出期盼之色 做我的门人 我不收弟子的 而且你觉得我会收一位助机器的女修作为门人吗 前辈 我 看在当日的一点情分上 你这次的冒失之举 我就不怪罪了 好自为之吧 那木星女子一听韩丽这话 面露一份惊慌之色 急忙就要开口再说些什么 但是韩丽一袖轻轻一扶 一股狂风乍起 一下将此女吹得东倒西歪 那原本就要脱口而出的话 也立刻被强风逼回了府中 等女子站稳身行后 她便发现 眼前是空无一人 韩丽不知何时已不见了踪影 看到这里 此女满脸的沮丧之色 呆呆在原地站了半天 一时之间仍不愿就此离去 这位突然冒出来的韩前辈 可是我现在能抓住的唯一的救命草了 这时韩丽一出现在了小石山的洞府之内 她毫不犹豫地往虫室中走去 那里存放着近万只近似通体赤金的弑金虫 这些是二十多年前就成功孵化出的 再次进阶后的金银弑金虫 这些飞虫甲鞘上的银色 如今只剩下一些针孔大小的马点而已 若不是拿到眼皮下仔细观察 肉眼根本无法发现金色中 还有钉点荧光闪动 看来这弑金虫离最后一步的完全成熟 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 这让韩丽兴奋之余还略有些失望 可就是如此 这些近似赤金虫子的厉害 也真是让韩丽打开了眼睛 我曾将百余之的三色弑金虫 和新进阶的金色弑金虫放在一起 结果片刻之间 三色飞虫就被这些体型 比它们大一圈的同类 给吞噬了一干二净 无论吞噬能力 还是身体的坚韧程度 这些新式金虫 都远胜三色飞虫 并且它们接近成熟后 身上便开始散发出一种 令人心惊胆战的凶恶气息 并且喜欢吞噬血食 那嗜血凶残和以前相比 简直盼若两肋 我相信 若不是我提前就施展 控神禁止在它们身上 那这些飞虫 绝对会毫不客气的 反噬起我来 第四百五十七集 韩力隐隐察觉到 这些新式金虫似乎有些失控的迹象 看来若是再进化一次 那仅凭普通的禁止手法 看来是无法控制这些暴露本性的凶虫啊 虽然这样想着 但韩力目前还是按照老办法 再次挑出一批体型最大的金银虫 单独隔离饲养催熟 好让它们尽快进化成蛮荒时期才出现过的成熟体灵虫 根据施金虫每次进阶的时间来判断 恐怕没有百余年的时间 是不可能进化完全最后一步了 不过有这段时间的缓冲也好 这也让我有时间 以找到更好的控制灵虫之法 韩力一边思量着 一边将虫室内的弑金虫收好 然后她又去往药园 将已经长得和本体差不多的高大灵眼之树 和九曲灵深小心地移走了 九曲灵深没什么可说的 虽然因为前段时间炼制丹药 让其损耗了不少元气 但后来韩力又用绿叶重新让它恢复了大半 如今已无大碍了 至于灵眼之树 经过这么多年的催俗 离流淌唇叶的日子也已经不远 我很期盼用此唇叶配置出的大量明清灵水 用它们洗涤双眼后 到底会显现出什么神通来 除了灵虫和药源的灵药外 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韩力也懒得收拾了 因此直接就飞离了洞湖 从高空经过药源时 韩力下意识地又低头瞅了一眼 结果那木星女子竟仍站在药源之前 望着石山的方向满脸的不甘之色 因而她并未发现刻意隐匿行踪 而从上空飞过的韩力 韩力轻摇了摇头想到 解决这种事情 对我来说似乎只是举手之劳 但我可不愿意 刚成为了洛云宗的太上长老 就给人一种以示压人的强势感觉 毕竟无论是穆家还是严家 那都是西国不小的修仙家族 而以我和他之间的平淡关系 断没有插手的任何理由 总不能以前认识我的洛云宗弟子 只要一有事求我 我便毫不犹豫地自来麻烦上身吧 人家家族内部的事情 我可实在没有兴趣强行过我们 韩力无声无息地飞离了洛云宗 到了新洞府所在的山峰之前 韩力将尽致迷雾轻轻一分 就直奔中间山峰的新洞府而去了 灵虫和灵药 韩力驾轻就熟地重新安置好 而府内的其他事物 就暂时交予了银月处理 他自己则不再耽搁地进入了境室 开始凝炼元英 在此期间 银发老者二人也知道 韩力需要时间来进行元英的初步凝行 所以并没有前来打扰他的修炼 白日之后 韩力顺利之极地将元英凝体成功 并也初步做到了心神和元英合二为一 如今元英再出窍的话 韩力就可以轻易地掌控他的一举一动了 当韩力从境室中再出来时 银月照例以化为少妇 恭敬地等候在境室之外了 不过当他看见韩力时 交融上却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怎么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主人 你刚进入境室中半月 那位牧师叔就又找来了这里 他已经在紫风外面的一座小山上等候你多日了 此女竟然如此不适进退 她爱等 就让她等下去吧 反正我是不会自找麻烦的 可是主人 那女子来了没多久后 我们就先后收到了严家和穆家 让人待发的传音符 因为主人正在闭关中 所以我就将这两份传音符 替你复制保存好了 主人是否要看一下 穆家和严家 看你样子 显然是已经看过了 有什么问题吗 主人真是未卜先知 这次可能真的有点小麻烦了 主人你一看便知 拿来 韩力听银月如此一说 也懒得再猜想什么 直接伸出了手掌 银月立即从身上取出一红一白两张符露 笑盈盈地递给了韩力 韩力接过符露一抖 红白两个光团就先后在手上亮起 随即 韩力心神侵入两个光团之中 静静地听着什么 但是片刻之后 她脸上就变成了恶然之色 随后又露出极为恼怒的表情 哼 她胆子可真够大的 难道她真以为做过我几年名义上的诗书 我就会容许她如此胡闹呢 韩力完全听完之后 脸沉似睡 声音一下就冰寒起来 她当然知道此做法肯定是会得罪主人了 不过 此女虽然和主人接触不多 恐怕也已看出 主人并不是真正铁石心肠之人 否则当日她也不会鼓起勇气 敢找你一位冤英奇修士的庇护了 再说 就是真的惩戒于她 她恐怕也觉得 比做那位颜师兄的双修伴侣要好 韩力美好气地瞥了银月一眼 说道 不过她也真敢讲 竟然直接告诉两家之人 我已将其收作贴身弑妾了 弄得这两家的组长急忙来传音告罪 并且那位颜家组长当即表示 他们并不知道此女已经成为了我的弑妾 他们现在可以马上和穆家解除婚约 希望我千万不要怪罪 此女竟然胆敢如此做 看来心里应该也是有点觉悟了 银月眨了眨眸眸 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主人的意思是 怎么 我既圆英已成 收一位侍妾很奇怪嘛 况且此女的姿色的确不同一般 我也是正常的难修 就此弄假成真 尝尝双修滋味 有什么不行 韩丽忽然间伸了身揽腰 露出一丝慵懒之意地说道 嘴角隐隐挂起了冷笑 可是主人 不是一向不济女色 而且以前 还曾多次拒绝过 这等送上门来的好事吗 比如那位文姑娘 还有更早一些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当初我原因未成 修为尚浅 自然不会有什么心思 寻欢纳气 若现在让我碰上当初的文思月 我自然也不会轻易放我 韩丽眼睛微眯 仿佛认真至极的样子 主人 你 你不是认真的吧 是不是认真的 你以后就知道了 现在 将她给我换进来吧 以她的修为 也看不穿你的妖狐之体 遵命 遵命 主人 银月满腹猜疑 但是恭敬地应道 韩丽则转身去了大厅 一盏插的功夫后 银月步履优雅地漫步而进 后面则跟着颇有些憔悴模样的穆佩玲 主人 莫姑娘已经带到了 嗯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奴婢告退 银月斜瞥了一眼旁边的木姓女子 抿嘴一笑地退出了大厅 参见韩前辈 那穆佩玲脸刃一礼后 就默然束手不语 一副任凭韩丽处罚的模样 看到此女这般模样 韩丽眉头微微一皱 目光在对方艳丽惊人的脸庞上一扫 你应也知道我召你来的用意了 你信口死黄 让财进阶元英的我 就给那些修仙家族 留下了嚣张跋扈的印象 毕竟平白夺取婚约在身的女修为妾 这说出去实在不怎么好听 当然 以我现在的修为 穆颜两家自然也不敢有什么抱怨之言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但这并不表明 我因此 就会容忍你的胆大妄为 前辈恕罪 此事的确是小女子胆大包天 但与其嫁给那个颜家人 晚辈情愿给前辈做一名侍妾 你既然已经放出了是我侍妾的言语 那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也更不可能去澄清这所谓的谣言 否则 那些修仙家族 一定会认为我这个新进的 洛云宗长老软弱可欺 连一个筑基器女修都无法庇护 而且 现在如此流言 想必已传遍了整个修仙节 你说 我该如何处置你啊 晚辈无话可说 不管前辈如何处置 佩玲都没有任何怨言的 既然外面的修士 现在都知道你是我的师妾 那现在我就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明着做我的侍妾 但实际上在我门下 未必二十年 听我驱使 时间一到 此时淡化后 我自会还你自由 不过 避女就是避女 在修炼之道上 可不要指望我会给你任何的帮助 那 第二个选择呢 沐姓女子一听此言 脸露一丝失望之色 忍不住袖手一抬地问道 那第二条路 就像你所说的 弄假成真 你真的成为了我的侍妾 自此侍奉在我左右 终身不得背弃我 那我对自己的枕边人 倒也不会小家子气的 自然会在心情好时 在修炼上指点你一二 不过实先说好 要成为我的侍妾 我是会下禁神术在你身上的 以防你突然有了背叛之心 毕竟 今日你愿意当我的侍妾 万一明日忽然改变主意 那我的一些隐秘之事 岂不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耳 第四百五十八集 我 沐佩玲听了韩丽这话不禁愣了一下 随即欲容殷勤不定 似乎在细细思量韩丽的条件 我知道你一向姿势颇高 即使我是原英气修士 那也不是你心中的如意郎君 不过没关系 沐道友也不是我心中的最佳伴侣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收你为妻 你若想得到我的庇护 并在修炼之道上走得更远 那付出这些并不算多 而且通过这些年的了解 你也知道 我不是凶暴残虐和脾气古怪之人 即使下了禁神术 你跟在我身边也不会受苦 并且等到以后 你若真令我感到放心 那撤掉禁神术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不然你也可以给我当女逼二十年 这时间一转眼就也过去了 韩丽漫不经心地说着 前辈能否容佩玲多思量两天 可以 那你先下山吧 两日后再来这里 这么长的时间也足够你考虑清楚的 韩丽大肚地点点头 没有丝毫刁难的意思 并且又换了银月出来 沐佩玲告辞之后 就在银月的引领下 有些恍惚地出了大厅 过了一会儿 银月又阿娜多姿地走了进来 主人 你提的这两个条件 可真是有点 真有点什么 你觉得柯克 这不正好趁了她的心愿 而我也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妾室 柯克当然说不上 只是她向道之心破肩 但又心高气傲 这真是让她难以取舍了 银月 我发觉 你对她好感不少啊 好感也谈不上 只是她的脾性 隐隐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似乎以前 有一个非常亲亲之人 也是如此性情的 银而不觉 就起了一点关切之心 银月一正之下 苦笑一声地说道 听到这里 韩丽便点点头 也没再追问什么 银月非常识趣的 便也没有再多提 那木性女子之事 反而和韩丽讨论了一下 有关前蓝冰宴 如何炼化的事情 两日之后 穆佩玲再次被银月 引进了大厅之内 见到了韩丽 怎样 想好了没有 你是愿意围避二十年 还是被我下禁神术 小女子想过了 在修仙界 能给一位元阴七修士做妾 那对我这样的低尖女修来说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不过 给前辈为妾 我还是希望前辈能给晚辈一个承诺 只要前辈答应了此条件 佩玲就情愿实施受尽 终生不离前辈左右 虽然穆佩玲此时已心有定义 她清晰一口气后 镇定地说道 条件 你且说来听听 我知道韩前辈不是极色之人 所以希望前辈能答应我 在收我为师姐后 三十年内暂且不要取走我的原因 因为现在我正修炼到了关键时期 能否结丹也就看这三十年了 而我修炼的功法 处子之体极为重要 这也是佩玲拼死不愿陷在家人的原因 只要三十年一过 那不管佩玲能否结丹 都会正式和前辈参悟双修指的 穆佩玲话一出口 脸上便生起了一片飞红 韩丽听了这话 非但没有露出不满之色 墓中反而是金光一闪 随即不加思索地一口允诺下来 三十年 可以 我答应你的条件 穆佩玲见韩丽答应得如此痛快 反而微微有点恶然 随后便大喜地说道 多谢前辈成全 过两日 我会正式地告诉本宗其余两位长老 受你为妾之事 不过三十年后 你才会和我双修 那便在三座紫峰上 开一座小学的分洞府 你可以暂时住在那里修行 平常有空时 我也会去那里指点你一二的 是 佩玲一切都听前辈吩咐 你以后便是我的侍妾了 就不必一口一个前辈的叫了 称呼我一声公子即可 我也只有二百余岁 相比上千年的寿员来说 倒也算年轻人 韩丽神色一怀 似笑非笑地说道 慈离公子 韩丽随即从身上摸出一块紫色玉排放到了桌上 声音一冷地说道 你回去收拾一下 挑选一座紫峰开辟洞府吧 这是附近大阵的禁制令牌 你戴在身上就可以随意进出我部下的法阵 等一切安排妥当后 我会给你施下禁神术 到那时 你才会正式成为我的妾室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我不管你以前有没有什么欣赏人或者如意郎君 既然做了我的妾室 自然就要将这一切断得干干净净 若藕断丝连有所往来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当然 若你现在反悔的话 倒也还来得及 派林子小进入宗内苦修 一心铺在修炼之上 怎会有心上人 而且小女子既然决心已下 就断不会照三目四了 沐佩玲想都没想地束手一伸 轻巧地收起了玉排 韩力文言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随后她唤出一只巨猿傀儡 让其带着穆佩玲离开了大厅 见到这傀儡 穆佩玲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不过她也知道 有些事情忌讳深 故而便乖巧地没问分毫 跟着傀儡出了洞府 主人既然想说她为妾作为惩戒 那为何还答应三十年之运 莫非主人还另有打算 一等穆佩玲离去 银月便走了出来 此时她已恢复到了白狐的形态 打算当然有了 其实就算她不说 我也不会在她结单之前 动她分毫的 这是为何 白狐一下跳到了韩丽身前的桌子上 一对乌黑的眼珠滴溜溜地乱转 配合一身雪白的皮毛 显得可爱至极 韩丽见此微然一笑 似乎心情不错的样子 她没有马上回话 而是从腰间摸出一块粉红色玉碱 放在了桌上 你还记得 当日我从那六道少主身上得来的储物袋吗 这玉碱就是从中找到的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这里面竟记载了多种魔道的双修功法 银月文言一丈 低头看了看这玉碱 又抬头瞅了瞅韩丽 脸显一丝遗色 韩丽随即用一根手指 在粉红色的玉碱上轻浮之后 悠悠地说道 此玉碱上记载的 其中两种秘书实在是非同一般 一种是隐龙诀 只适合杰丹妻修士 它可以让杰丹修士 不断采取资质特殊的女修的真英元经 从而令修为突飞猛进 不过这秘书对女修 会带有一定的损害 会令女子损伤不少的元气 故而使用此功法的男修 身边侍妾的女子越多越好 当日我们见到的那位六道传人 即身边拥有众多助击器的女修 我想她应该就是修炼了此功法 而另一种秘书 巅缝陪原功 则是专门针对元英其修士的一种双修秘书 这种功法与隐龙诀相反 是让拥有除子身的杰丹女修修炼的 等女子将此功法修炼到了高深处后 便让男修施展秘书 随后男修就可以在夺取女子元英的瞬间 来强行突破修为上的平静 当然这也要女修的权力配合 并且此女修的修为还不能太低才行 居然真有如此厉害的双修之术 这不会是夸大其词吧 小胡眨了眨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了 唉 我开始和你的想法一样 以为如此厉害的功法 怎么可能我一点都没有听说过呢 不过后来 我在这两种双修秘书的最后 分别看到了创立这两套功法之人的名字 心里便立刻信了七七八八 第四百五十九集 难道是 这两种双修秘书 就是那位六道集圣创立出来的 此人既已进入了元英后期 并且号称是乱星海魔道第一人 那这两种秘书应该非同小可 大有效果才是 否则 那位六道船人 也不会贴身放在储物袋中 主人的意思 让他修炼 我是想 让他结丹后 就兼修着巅缝培员工 然后等我修炼平静时 便可以一试了 毕竟进入了元英期后 没有那么多丹药辅助修炼 那修为精进自然就会慢得可怜 因而 不管此种方法是真是假 我都要尝试一番 可惜 按上面所说 这种利用双修之术突破平静的方法 只在第一次使用时有效 后面再用此秘书就没用了 当然 施展这种秘书 对女方来说 也有一定的增益 只是没有南修授意如此大罢了 否则 你认为我真会闲着没事 受他做什么侍妾吗 原来如此 我竟还真以为主人元英结成后 就色先大起 准备广大窃室呢 银月仿佛大松了一口气 轻笑地说道 虽然我会在他身上下禁神术 但洞府中的一切隐秘之事 还是先不让他知道的好 禁神之术虽然能让我掌握他的生死 但人心叵测 并不是我对他好 他就一定会对我感恩戴德的 我宁愿以小人之心先看待他 也不愿稀里糊涂地被人背叛 这位牧师叔虽然是个聪明人 但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说他真心跟了我 那我也不会亏待他 会助他修为精进的 毕竟别的丹药不说 低阶丹药还有许多的 而你精通顿数 平常无事 也替我多留意一下他的举动 是的主人 我会在你闭关修炼时 专门留意他的 嗯 这就行 想必三十年来 应该足以让我看清一个人了 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 韩丽难难地说道 但说到最后一句时 声音变得低沉起来 几日之后 当慕佩玲再次上山时 韩丽给其施下了禁神术 并且赠送了一些铸鸡器的丹药 此女恶然之际自是满面惊喜 对韩丽完全是一副小鸟依人的公顺样子 看来真是以嗜妾的身份自居了 韩丽收窃之事 银发老者二人知道后也过来恭贺了一番 并且还各自赠送了慕佩玲一件顶阶法器 韩丽对此微然一笑 自然客气地代谢了一番 之后啊 慕佩玲就在韩丽主峰旁的子峰上住了下来 并在韩丽的指点下 开始吞食丹药 闭关苦修 韩丽自己则不时地到银发老者二人的洞府 虚心地请教圆英七的修炼之道 这两位陆云宗长老也是存着真心接纳韩丽的心思 因而自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让韩丽实在是受益匪浅 看来我当初留下来的选择 这是明智之极 数月之后 药园内的灵眼之术终于开始流出唇叶了 韩丽自然大喜 随后他便急忙按照从批发修士那里得来的丹方 当即调配炼之起 明清灵水来 以我在炼丹之道上的造诣 调配这种灵水实在不难 虽然开始失败了几次 但只要成功一次后 我就能够立刻掌握了诀窍 那后面自然是轻而易举之势了 如今在丹世中 韩丽把玩着刚刚调配好的一小瓶明清灵水 两眼神光闪动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但不久 他脸上闪过决然之色 他单手将瓶盖打开 另一只手则清光闪动 一团碧蓝晶莹的液体 就从瓶中自行飞出 向韩丽的眉额处慢慢地飘去 等到了韩丽眉雨前数寸时 灵水却默然停了下来 浮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韩丽两眼半眯地盯着灵水默不作声 但片刻之后一张口 一小片轻蒙蒙的霞光便激射而出 一下照在了眼前之雾上 只见拳头大小的灵水光芒闪烁 两道纤细如发的蓝丝 从霞光中漠然射出 一闪即逝地飞入了韩丽的双眼之中 韩丽顿时觉得双目一热 随后就是冰寒刺骨 他两眼紧闭之下 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随其便不及多想地 原地盘膝坐下 运气吐纳起来 顿绝目中的冰寒之感大见 这时 若有人在韩丽面前就会发现 此时韩丽和尚的眼皮之上 不知何时浮现了一层淡淡的蓝光 微弱之际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那股寒意才渐渐从韩丽的双目中退去 韩丽长出了一口气 随即睁开双目 然后下意识地四下瞅了瞅 真没什么改变吗 难道就一丝丝效果都没有 韩丽低头想了想后 一抬手 灵力往墓中猛然灌去 只见其眼珠深处顿时蓝芒一闪 咦 只见对面有静置的静视墙壁 在他目中忽然变成了模糊的淡蓝色 他一惊之下星神一散 墙壁就又恢复如初了 怪不得三派结丹以上的修士 对此灵水不感兴趣 光这一点点尽似没有的穿透神通 的确无人会看上眼 有好几种辅助法术 都能做到彼此强得多的效果 不过 那也是只清洗一次双目的情况 若我每隔半月 就用灵水清洗一回 不知时间一长 双目会具有何种神通 我还真是有点期待啊 韩力望着仍漂浮在眼前的那团灵水 心中暗自想到 接着他没有迟疑 再次施法 重复着同样的清洗步骤 这般多的灵水 足够十余名修士 都清洗一次双目 等将灵液全部耗尽 韩力的双目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只有施加灵力在双目上时 蓝芒才会瞬间浮现一下 那透视尽致的能力 似乎也并没有显著提高 不过 韩力并没有因此而沮丧 来日方长 我有的是时间慢慢让双眼见剧神通 第二日 韩力和银月说了一声就进入了闭关室中 将当日记载清源剑绝的今夜取了出来 说起来 此剑绝共有十三层 那上面的神通也依次从清源剑芒 护体剑盾剑影分光术等 威力逐渐增加 前两种倒也罢了 除了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威力可实在不怎么样 但是那第三种神通剑影分光术 韩力还是比较满意的 别看好几次使用这种神通 都没有立即剑效的克敌之声 但那是因为对手太强了 所以才体现不出此剑招的威力 我相信 对手若是和我修为差不多的普通修士 那根本就无法招架数百剑光的团团围攻 转眼间就会被乱剑分尸的 现在我可以修炼第十层的剑绝 那自然也可以修炼剑绝的新神通了 说来也是好笑啊 韩力当日虽然从这今夜上 得到了整套清源剑绝的修炼之法 但不知是否炼制这今夜之人故意为之 他竟将射击此神通的最后一段修炼口诀 给遮蔽了 虽然明知道那些白光闪闪无法看清的光字 就是最后一种神通的修炼之法 但是韩力的修为不够 即使结单后 也无法知道最后一种神通究竟是什么 这第十三层的功法口诀 不知是否因为境界已超出这一界的原因 我看了几次都觉得深奥难明 不要说修炼 就连领悟都没有一点头绪 看来只有到了化神期 甚至脱离这一界后 我才有可能弄明白其中的玄机 因而 当时我也并没有着急 想着等我修为够了的话 自然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到此神通的修炼法门 那如今 以我原应其的修为 再来看这段神通法诀 自然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 这样想罢 韩力便将手中的金叶往空中一抛 接着一张口 一团清光喷出 正好将金叶轻飘飘地拖在空中 然后韩力食指连弹 一道道清源键盲 纷纷打入了金叶之中 光滑闪动后 被其吸纳得一干二净 片刻之后 金叶吸纳了足够多的真元 就开始金光大放 一个个蚂蚁大小的光字 便陆续浮现在了金叶上 韩力见此情景没有任何迟疑 伸手往空中一招 只见金叶搜的一声 就射入了其手中 顿时密密麻麻的光字 通过抓着的手掌 向韩力的头部疯狂地涌去 韩力面部改色的便轻松接受了 果然清源键绝原来无法看清的部分 此刻也一一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韩力没有多想 当即将金叶一收 就立刻闭目查看新得到的神通法诀了 大耕见阵 这是什么 怎么还和阵法扯上关系了 韩力只略看一番那些对他陌生的东西 脑海中立刻就浮现了这几个斗大的金字 他一正之下 面露几分亚色 第四百六十集 淡金色的光字一个接一个地在神识中浮现 韩力陷入了这些口诀的参悟之中 身形一动不动 他就这样盘坐着 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天三夜 韩力脸上的表情一会儿非常兴奋 一会儿愁眉苦脸 还不时地出现满头大汗的诡异情形 直到那第三日的晚上 韩力的神色才终于镇定了下来 他神色阴沉地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睁开双目 目中引有深邃之意闪动 此见证说的未明也太夸张了 修炼到极致 若能有上面所说的威力的三分之一 那就足以纵横天南了 韩力抿了抿发干的嘴唇 脸有异色的喃喃道 仿佛很难相信自己领悟的东西 不过啊 要施斩死神通 那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 光是布下剑阵的剑光数量 就足够夸张了 最少要上百道剑光才可以 怪不得那两张金叶 一张是口诀 一张则是轻如风云剑的炼制之法 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体的 缺一不可 当然 飞剑威力越大 剑光越多 此剑阵的威力也就越大 要是给我足够的时间 用七十二把飞剑 幻化出四道剑光 以此布成三百六十道剑光的大剑阵 原因后期的修士不好说 但终其修士进入此剑阵 那不死也得脱层皮 绝无法全身而退 并且 随着我的修为精进 能幻化剑光再增加一些 那击杀原因后期修士 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不过 除了不过 除了需要足够多的剑光布阵之外 要想施展此神通 韩力还要重新炼制一下青竹风云剑 需要在每口飞剑中 参加一种叫更精的材料 这种材料韩力倒不陌生 因为这就是修仙界大名鼎鼎的锐金之宝 韩有人见和韩力曾经得到的那块炼精 几乎是同等的珍稀之物 对某些修士来说论价值 更远在炼精之上 因为只要在刀剑法宝中 掺入这么一小块更精材料 再稍加陪练一番 那么此法宝在锋利程度上便会威力倍增 绝对是使用飞刀飞剑等法宝的修士 示弱性命的东西 但是对韩力来说 这麻烦可就大了 不要说这一口飞剑中需要掺入多少更精 就是再少 那一旦摊上七十二口飞剑上 也绝对是个惊人的数量 我要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锐金之宝 毕竟一有修士得到此物 那不是马上融入自己的法宝中 便就会立刻拿取交换自己所需的东西 因而不要说天南 就是天才地宝众多的乱星海 这更精也是数千年没出现过 我就是再有精识也根本无处可换呀 如今面对着威力惊人的大更剑阵神通 韩力也只能干瞪眼而已 在净事中思量再三后 韩力只能将此事暂时搁置到脑后 接着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玉盒来 盒盖打开之后 里面露出了一个金光灿灿 引有轻微霹雳之音的圆球 前蓝冰雁 望着此至宝 韩力的神色一下凝重了起来 如今我修为大成 总算可以尝试控制此样了 若是能炼化冰雁成功 那收取徐天鼎也就大有希望了 面对着可以轻易灭杀修士元英的东西 韩力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脑中不由浮现了 数种炼化魔火的功法 但最后为了稳妥起见 他还是选定了悬音经中的一种秘术 心中定计之后 韩力凝神望了金球一会儿 才伸出手指一点 琵琶之声一响 一道纤细电弧就从其指尖处默然弹出 正好射到了金球之上 金球顿时颤抖几下 随即光芒大放 然后被那道电弧牵引一下 立刻就从河中漂浮而起 升到了静世顶的高空中处 韩力盘坐在下面 抬手仰望着金光包裹中的圆球 两眼微眯 持指不停地弹动变幻 解出数种复杂的手印 只见密密麻麻的淡金色电弧 在轰隆隆的雷鸣声中闪烁弹出 结成了一张风雨不透的杖许大的电网 正好将圆球罩主将其困在其中 蓄势待发的样子 韩力神念一动 连接到了冰宴外层包裹的避邪神雷上 只听尖鸣声咒起 金球表面刺眼耀目 细小金壶纷纷弹跳乐器 终于松开了对圆球的束缚 顿时电网之中出现了一颗深蓝色的圆珠 晶莹透明滴溜溜的乱转 看着前蓝冰珠 韩力屏住了气息 当年此珠所化冰宴的威力 我可是亲眼目睹的 至今还后怕不已 现在冰珠显出了原形 韩力不及多想便一张口 一口青色飞剑脱口而出 同时他两手一合接着一分 一道粗大的金色电壶 从其两手间激射而出 青芒金壶气势汹汹的 同时打到了冰珠之上 嘎嘣一声破裂的脆响声传来 冰珠在光暗不定中 呼得化为一团蓝色光叶 随后凝成了一朵拳头大小的美丽兰花 晶莹闪光的片片花瓣徐徐绽放 与此同时 滋拉直升大气 一层蓝莹莹的冰霜诡异地沿着地面墙壁 迅速地变后蔓延开来 屋内刹那间是其寒无比 仿若冰山世界 不过 韩力对此事早有准备 脸上虽有郑重之色闪过 但却丝毫不慌 身上青光一闪 一层明厚的光照便将其护得严严实实 以我如今原应其的修为 这些寒气虽然厉害 但只要我不是被冰烟直接攻击 那这护体宝光也足够让我坏了 看到淡蓝寒气被青光挡在体外 韩力心中一安 随即冲空中一点指 辟邪神雷所化的电网马上闪烁收缩 将光滑缓缓地包在了其中 金光蓝芒接连闪动 蓝色巨花形状一变回归了光焰形态 拼命地对抗金网的收缩压迫 韩力神念一动 顿时霹雳声骤起 金网裂开了一个小口 瞬间又恢复如初地堵上了 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 一缕纤细如丝的蓝雁从中露出 并且通灵般地直向韩力击射而来 韩力见此 面无表情的两手一掐绝 闭上了双目 只见其天灵盖上清晰冲出 一个寸许高的婴儿在清光中漠然出现 韩力竟在此时施展了圆英出鞘之术 圆英的小脸紧绷 一出来就两眼直盯着飞射而来的蓝雁 胖乎乎的小手一搓在一抬 只见两道刺目清光脱手而出 与此同时圆英还一张口 另一团拳头大小的光团也喷射而出 顿时三股清光同时迎向那缕蓝雁 清蓝光芒一闪即逝 蓝雁瞬间就被清光包裹进了其内 他拼命在清光中挣扎着想要脱身 但是实在是太过细小 即使所到之处清光渐渐溶解泯灭 但其还是被紧紧地困在其内 短时间内是无法脱身而出了 圆英见此 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冲着自己本命精气所化的清光小手一招 那光盘就裹着那丝蓝雁 飞回了其面前 他凝神瞅了瞅近在咫尺的东西 圆英脸蛋上露出了愁躇和畏惧的表情 但迟疑片刻后 他目中金光一闪 一把将青色光团抓在了手中 不加思索地往嘴中一塞 圆英竟将清光连同蓝雁 一口吞入了腹中 随后他周身清光闪动 圆英在光辖中从头到脚地再次消失了 韩丽的本体紧闭的双目颤抖了几下 但脸上却没有丝毫异色 仿若熟睡一般 而其身体内部圆英盘膝端坐在丹田处 两手掐绝小脸肃然 一个月后 韩丽终于从静视中走了出来 脸色有些阴沉 那浅蓝冰雁当真是厉害无比 即使就那么一丝 也让我如此长的时间才可以勉强练化 但此焰过于阴寒 还要年许时间在体内陪练后 我才能真正掌控 为了防止意外 在此之前 我是不敢贸然多炼化前蓝冰雁的 且炼化此言后 我并未得到开启徐天鼎的提示 看来 应该是所化此言太少的缘故 韩丽之所以现在出关 没在静视内继续闭关修炼 也是准备造访一下银发老者二人 看看对方是否知道一些更经的消息 另外 他也打算告辞离开洛云宗一段时间 去元武国一趟 当年答应过心如荫的事情 我打算趁此机会一起了结了 毕竟 以我现在的修为 灭一个修仙家族 那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了 说起来 元武国的傅家和白巧苑的傅家 还真有一点联系 据说元武国的傅家 就是白巧苑傅家的一个远之 只是时间一长啊 两家渐渐疏远了 而等到元武国落入了魔道之手 作为此国顶尖家族的傅家 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魔道 这让身为天道蒙一元的傅家 大为不满 便彻底与其断绝了关系 如此一来我便放心了 虽说元武国已属于魔道的天下 但是依我如今的神通 此国修士又有几人能生我 韩丽出洞府时 顺便去紫峰的分洞府看了一眼 结果她身时一扫 就见穆佩玲正肃然地在一间实事中闭关苦修 脸上荧光微泛 修为可比之前精进了一大劫啊 韩丽暗暗点了点头 没有惊扰此女修行 随即她便暗自离开了这里 直奔洛云宗的主风而去了 而是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 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